接著我們要進入有關於跟氣象群有關的事情 我們先講的叫做天氣現象 好 我們前面交了大氣的分層的時候 我們講過天氣 大氣有多的變化什麼什麼之間 不管它 我們說大部分的變化 也就是我們前面交過的天氣的現象 發生在哪裡 發生在哪一層 變流層 很好 你們好 所以像什麼晴天啊 雨天啊 這就是所謂 還有冷啊 熱啊 這就是所謂的天氣的變化 那研究這種大氣的現象跟變化的學問叫做氣象學 我們這裡的目的就是要教各位最簡單最基本的氣象學 然後你晚上回家聽新聞看氣象報告的時候 你知道它到底在跟你講些什麼事情 什麼內容 你能夠理解 然後你可以做一些自己的思考跟判斷 所以我們要教各位最簡單最基本的氣象學 好 那麼這個講過了 這個是蒂老師就教過的 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天氣 一個叫做氣候 天氣就是短時間之類的大氣的狀況 比如說氣溫有多少 最高溫最低溫 天氣是晴天還是陰天 有沒有下雨 這個就是所謂的天氣 短時間的大氣狀況 叫做天氣 蒂老師教過了 那麼長時間的就是平均值就叫氣候 就是長時間的平均狀態 在特定時間會出現的特定的情形 就叫做所謂的氣候 比如說這個地理老師有教 地科老師也會教 我們在貨位會再提一遍 然後再考一遍 比如說台灣的一個氣候 年平均溫度二十多度 年降量兩千多公里 這都是 然後從這個台灣夏天氣溫較高開始 到最後這段話 講過了 蒂老師又教 蒂老師再教一遍 再考一遍 來 蒂老師教台灣夏天吹啥風 西南氣風很好 然後有午後雷震雨跟台風 然後帶來豐沛的雨量 冬天溫度激吹啥風 東北激風非常好 蒂老師有告訴你 台灣南部有所謂的雨季跟乾季 冬天的時候降雨不足 乾季 所以呢 蒂克老師會說他容易發生旱災 我用到他缺水 OK 剛剛講過了 這個台灣夏天秋秋之後 所有的這個四行話 蒂老師教過 蒂克老師會再教一遍 然後我們就再考一遍 台灣夏天吹什麼風 東天吹什麼風 然後有些影響的以後再說 OK 這又叫做氣候 平均的狀態 大致上就是如此 這樣叫做氣候 叫逐風來雨 就是來形容台灣的一個氣候 新竹的風 新竹的風 宜蘭的雨 在冬天吹東北激風的時候 吹過來 宜蘭在淫風面上 所以降雨會多 所以呢 宜蘭會常常下雨 然後吹過來越過山頭衝下來 那在新竹就造成強勁的風勢 當地人稱之為酒降風 蒂老師看有教 有 蒂老師看有教 所以是來風乾可以造成新竹的特產 所以逐風來雨這句話 就是來形容台灣的一個天氣的情形 對不起應該說是氣候的情形 氣候的情形 逐風來雨 這叫做正常一般都是這樣 但是呢 也有可能會出現異常 特別的 特別高溫 或特別低溫 雨量特別多 或者是 特別少 我說傳說 明天後天 中華民國155年 1月23號 24號 會有一個多少年來最強勁的韓流來台灣 OK 溫度特別低的 所以這裡舉一個例子 民國98年8月2號 新竹高溫到39.4度 打破就要特別高溫 不過 我們認為是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來 因為現在很多怪怪的天氣已經是越來越多了 今年下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豪雨 明年又來一個百年難得一見的大豪雨 又快變成百年長面的大豪雨 所以那個 現在那種怪怪的天氣好像已經越來越迷反了 然後到異常又變成正常 反正那樣就不好玩了 所以本來就告訴你說 有一些時候會有一些異常的狀況 就是跟各位簡單講一些古時候 地理課本就講過的東西 什麼叫做天氣 什麼叫做氣候 介紹了一個叫做竹風嵐 這個應該在地理都教過了 就是簡單的跟各位做一些介紹 OK 什麼叫做竹風嵐 那是這樣的 說話